永和豆漿生命远播 位在中正桥头的世界豆漿大王历史悠久 不过日前遭到国税局机查 确定漏开发票 依照营业法勒令停业七天 26号上午豆漿店重新开张 店家表示因为外带区域的客流量较大 民众来不及拿发票 目前会加强督导员工 确定开的发票都有到民众的手上 上周因为机查发票没有过关 世界豆漿大王大门深锁 在外张贴道歉启示 26号早上6点重新开业 不少民众前来点餐 营业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而同时员工也相当谨慎 亲自把发票交到客人的手上 店经理也现身解释被勒令停业的原因 指出外带区人潮比较多 先前客人来不及拿发票就离开 导致程序上的疏忽 对此已经加强员工的训练 确定每一次都会开发票 如果客人真的不要 才会做回收的动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